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華盛頓會見到訪假日本外相岸田文雄 討論因為釣魚台主權爭議而惡化的中日關係 會後希拉里不點名指美國反對任何單方面行動 損害日本對釣魚島的管轄權 又促請各方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岸田文雄就強調日本不會在釣島主權問題上退讓 但會冷靜應對以免刺激中國 希拉里同時宣布白宮邀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在下個月第三個星期訪美和總統奧巴馬會談 而剛剛結束東南亞三國訪問的安倍晉三 早前在印尼和印尼總統蘇西諾會談 但沒有按原定計劃發表安倍主義 講述日本的海洋外交主張 改為發表對亞洲外交的五項原則 包括日本和東盟共同努力創造和擴大自由 民主 人權等基本價值 共同維護海洋權益 共同推進經貿合作 共同維護亞洲的多元傳統和文化 以及促進年輕人之間的交流 安倍晉三也縮短行程 提早反國 應對亞爾及利亞人質事件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金營報導 議員 英國